哇 他直接把我擋住 我只剩一顆頭在這裡耶 算了算了沒關係 嗨大家好我是Red 好久沒有開箱啦 那各位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呢 差不多剛好是碰到過年的連假 那在這邊呢 Red要先祝各位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啦 沒有錯 那因為已經一段時間沒有開箱了 那在這新的一年呢 Red準備了這三支 我們揪金老師的1991哥吉拉 王走雞豆的三個版本 沒錯 今天就是要開箱這三支了 那可能有觀眾會問說 為什麼Red這陣子呢 很少在拍玩具開箱 拍哥吉拉開箱 都以為我最近沒有在買哥吉拉 沒有在買玩具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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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自己是都有在買啦 不過我都沒有拍開箱 因為你們也知道嘛 Red的頻道主要都是以拍遊戲為主 那拍這種玩具開箱的觀看數呢 會稍微低了一些 那我當然還是要維持自己頻道的主要客群嘛 就是看遊戲的那些觀眾們 所以玩具開箱呢就是這陣子 真的很少 但是我都還是有在買啦 如果說你們有在關注我的IG 或者是我的FB 多多少少都會看得到我拍新玩具的照片 那我就不廢話了 趕快來開箱看看 這三支到底有什麼差別吧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箱子喔 這一次分為了普版 限定版以及熱線版 這三個版本喔 沒有錯 那限定版呢一樣 它有那個黃色的貼紙 然後普版呢 就什麼都沒有喔 那至於這個 這一個就比較特別一點了 這一個是日本哥吉拉商店限定才有的喔 這一支會稍微難入手一點 因為你必須要有日本的地址 然後好像一個人只能限定購買一支吧 因為Red的這一支呢 是請認識的哥吉拉社團的社長 幫我訂的 對 沒有錯 那這三個外箱的差別呢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啦 就只是限定版多了一個黃色的貼紙嘛 然後熱線版呢 就是多了本體的照片 其實我覺得 很沒必要多貼這一張你知道嗎 因為底下就有圖了 你上面又再多貼這一張 感覺就有點多餘阿 對阿 然後是熱線放射 好 那我們就拆開來看看吧 來看看這三支本體的樣子 哇 在這個新年可以一次開箱三支哥吉拉 真的超爽的 對了 我剛才忘記介紹的還有這一個 這一個呢 是剛才Red說的那個熱線版本 它有多附的一個DVD阿 這就是我們酒精老師 他在雕刻這一支 1991哥吉拉的時候 他有把它記錄下來的樣子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普版 哇 好香喔 那個新玩具 打開那個PVC的那種膠味 超級香的 先把它拿出來 其實我聽說這一次普版 砍單砍的蠻嚴重的 所以目前數量好像有點稀少 然後他有一個說明書 那普版呢 真的是 我好喜歡新玩具的這種香味喔 哇 1991哥吉拉 這就是普版的樣子 普版呢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背棋 他們的差別都在背棋啦 這個是普版的背棋 我們等一下再來仔細介紹一下 對 先把他們都拿出來 然後再來是限定版 來吧 出來出來 歡迎來到新家 沒錯 這一支就是限定版 限定版的差別呢 就是他的背棋 是可以發光的 是可以發光的 好帥喔 我喜歡 然後限定版呢 還有多附一個電磁盒 就是為了讓它發光 只不過 其實我也是覺得說 為什麼還要再多附個電磁盒 按照現在的技術來講 應該可以放個內置電池 放在哥吉拉身體裡面 應該就不需要再額外多個電磁盒啦 那最後這一箱是瑞德這三支當中 最喜歡的 熱線版 大家可以看得到圖片 那圖片的背棋呢 是已經上色完了 對 它不是像說 我們前面看到的 就是白色的背棋 它是有經過塗裝的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粉底的樣子 沒有錯 它的背棋 就是已經塗裝完成的 不用靠電池就有一種 很像在發光的感覺有沒有 超帥 那這三支呢 都是銅模 所以就是動作都一樣 對 動作都一樣 只是差別在於他們的背棋啦 對 那如果比較眼尖的觀眾 可能會注意到說 他們的頭 你會發現好像角度 都有點不太一樣對不對 這個就稍微低了一點 然後這個頭呢 就比較稍微再抬高一點點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們的頭雕喔 這個是補版的頭雕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就是我們平成哥 經典的可愛貓臉 呵呵呵 我之前也有說過嘛 我很喜歡平成哥 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們的貓臉 很可愛這樣 不過他這個兇狠的眼神 還是有做出來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對啊 那除了塗裝之外 還有他那一顆一顆非常鋒利 尖銳的牙齒喔 就像之前有介紹過 那隻東寶大怪獸的 紅蓮哥吉拉 他的牙齒的部分 就跟 九錦的紅蓮哥吉拉 就有很大的差別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比對圖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個版本的哥吉拉 他們統一的姿勢 其實我蠻喜歡這個動作表現的 有一點身體傾斜 然後眼睛向上看的這種動作喔 還蠻帥的 這還蠻帥的 因為其實有些人喜歡哥吉拉 有一點動態感 然後指甲的話就是這個樣子 有一點帶有點黃色的感覺有沒有 他的指甲 是有點偏黃色的樣子 腳指甲也是 黃皇帝 喔對 然後我覺得這隻 其實有點可惜的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側面 他側面但看起來很瘦有沒有 可是正面看就很沒有問題 正面看他的那個寬度 我就覺得 欸 還不錯 剛剛好 但是側面看 就覺得這隻哥吉拉 好瘦喔 他超級瘦的 你看這個 他的身板整個就是 扁扁的這樣 沒吃飯 瘦瘦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背棋 譜版的背棋呢 就沒有什麼變化 就是這樣這樣灰白色的 很傳統的哥吉拉灰白色的背棋 我們換個角度來看 唉呦 這個分模線有點明顯喔 這一塊 對 這就是我們這一次 1991哥吉拉 譜版的樣子 那再來就是這一次的限定版 那動作都是一樣的 我就不特別再去介紹了 主要是他的背棋 對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背棋 就是有點半透明的 就是為了讓他發亮嘛 所以是有點呈現半透明的樣子 然後我們來插電 來試試看他的亮度吧 我們就把他打開 這個呢 要真的好好收好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 可能就是為了讓他發光啊 就把他的腳邊這一個 這個電池塞 拔掉之後呢 就一個不小心把他搞丟了 所以這個真的要把他收好 先把他放旁邊 然後把電池給督上去 OK 就這樣 我們就直接打開 嗚呼 沒有錯 就是這個顏色 對 然後他只有發光這一段 他的尾巴這邊就沒有發光了 所以只有這一段 那在畫面上可能 大家看起來會有點藍 對 我看是有點藍 但是有些人覺得是白光 你們這樣看 是覺得他是藍色還是白色呢 只不過他只有亮這一段 我覺得好小氣喔 他應該再多亮一點啊 起碼這集都要亮嘛 結果他只有亮這一段 超小段的 嘿喲 這就是限定版他發光的部分 對啊 是不是這樣看 有沒有覺得很小氣 就只有亮那一點點而已 然後這邊都沒有什麼亮到 那再來 就是這一隻 我覺得算是這三隻當中 最喜歡的 熱線版本 那他的動態表現呢 也跟前面兩隻一樣 我就不用太多做介紹了 不過他口腔的塗裝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對於這隻比較喜歡喔 自帶濾鏡 就覺得他口腔塗裝 好像比前面兩隻還要好耶 對啊 是我的錯覺嗎 來看一下 這個是限定版的牙齒的塗裝 還有他那個牙齒的部分 然後這個是譜版的 是不是多多少少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對不對 還是真的是我自帶濾鏡 也是有可能嘛 是不是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隻的重點呢 他是貝奇的塗裝 可以看一下 喔 真的超美 我真的超喜歡他這個塗裝的 對啊 你看 這個藍色是有一點 有點亮的那種感覺有沒有 然後他用白色 他貝奇是整個呈現白色的樣子 對啊 你看 跟會發光的比起來 是不是感覺差很多 發光的跟塗裝的 呈現的感覺是 完全不一樣啊 完全不一樣 我們拉遠一點來看 就像這樣 他這個一整節都是這個樣子 超級美 有沒有那個漸層感 超棒的 對啊 你看他除了貝奇之外 他這個身體的部分 都有做到那種藍色的漸層這樣 比較自然啊 我覺得比較自然 到這邊 到這一段 小小的貝奇這邊 都有做到漸層的表現 超美的這一隻 哇 真的超棒的 我覺得各有各的好 並不是說我比較喜歡熱線版的 我就會覺得 喔 限定版的發光不好看 還是說 譜版的 只是灰白色的貝奇不好看 沒有沒有沒有 這三隻我都很喜歡 但是我比較喜歡這一隻的 塗裝的表現 好不好 我並沒有覺得另外兩隻不好 如果我覺得不好的話 我連買都不會想買 我買的就代表我喜歡 對啊 那今天就是 簡單來開箱一下 RID 2022年 新的一年的新玩具 那就像我前面也有講到嘛 我今年還是有蠻多哥吉亞的玩具 會陸陸續續到貨 那如果說 有機會的話 我一樣會拍給各位看啦 對 那我的影片呢 不是那種很詳細的玩具評測喔 對 因為我買的 通常都是我自己喜歡 我就買了 所以會有非常多 我自己主觀的認為啦 因為其實一直以來 都會有人問說 欸 RID 你覺得這一次要推出的 哪一隻哥吉拉 值不值得買 欸 我自己是覺得 我喜歡我就都買了啦 因為如果我跟你們說我喜歡 但是你們花錢去買的 那一隻一兩萬塊的哥吉拉 甚至有的已經漲價更貴了 然後買回去才發現說 哇 這個造型並不是自己喜歡的 那我就尷尬了嘛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還是以自己喜歡為主啦 然後再看自己 有沒有辦法去負擔那個價格 啊對了對了 我之所以會買這一隻 有一個最大最大的原因就是 它是1991年份的嘛 很多也玩哥吉拉的人 都有同一個 這算是習慣嗎 一定要買一隻 自己出生那一年的哥吉拉 對 那RID是1991年生的嘛 那這一隻 我當然全部都要啦